我们的所有的数据都放到了store里面进行存储 但是大家来看 实际上当我们去做这个详情译展示的时候 这些数据不是写死的 是要从接口里来拿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呢在Detail的index.js 也就是根组件里面 我们要通过阿甲克斯去获取这个实际的页面上展示的内容 而不是写死 所以我在这呢 要写一个生命中级函数 叫做component.de-mount 然后呢在这里面 我们要发阿甲克斯请求获取数据 所以呢我可以叫this.probs.getDetail OK很显然现在没有getDetail 那么我应该把它写在哪呀 是不是写在constmapState里面 好这个套路大家应该已经很熟了 这有一个dispatch方法 当然这叫mapDispatch return一个函数叫做getDetail 好 当然mapDispatch要传给connect的第二个参数里面去 他呢干一件事儿 首先呢要创建一个action 派发一个action 所以呢我们引入action进来 import actioncreators from当前目录下的store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调用什么呀 dispatch 发一个actioncreator里面的getDetail这样的一个action出去 我们在getDetail里面去写一步的逻辑 所以呢打开store下面的actioncreator 我们export const getDetail等于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它返回一个新的函数 这里有个参数叫dispatch 我们可以在这个函数里面去写一步操作 一样的我们importaxisfromaxis 你去请求一个接口 axis.get 这个时候你又要和后端的开发同学去定一个接口的地址 假设我们定了api下面的get或者说detail.json吧 经过商量我们觉得这个接口的名字比较不错 好我们就可以分开进行开发了 那我呢就要去做数据的模拟 在public目录下 api目录下 我去建一个文件叫做detail.json 好 它的数据结构是这样的 succes 处 data 返回的内容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对象 它会有title 它会有一个content 我们把title和content的内容拿一下 打开之前我们的reducer detail下面的reducer title其实就是 这个内容 我把它移到这个detail.json里 再来看content呢 我把reducer里面的这个content内容都剪切出来 也放到这个接口里面 也就是这些内容我让后端给我返回 我不再自己手写了 当然这块应该是怎么写 恢复一下啊 外层你得写成一个小型 如果你这么去写 大家记得它里面的这个emage标签啊 会和你前面这个引号匹配 所以你把它改成单引号 image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双印改成单引 保存 这样的话 我们的数据就移到了接口里面去 好 关闭掉detail.json 然后呢 也关闭掉我们的reducer action creator呢 会去请求这个接口 如果成功了 它会接收到res这个返回值 我们呢 console.log res.data.data 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之前我们已经看过了啊 保存到页面 点开控制台 我们刷新一下 结果是不是就从请求里拿到了呀 拿到之后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改变story对应的数据 所以呢 要接着再发一个action dispatch 这个时候我们派发的那个action叫什么呢 叫做pinder detail 好 把什么传进去 我们传两个内容吧 在这儿我这么去写 constresult等于res.data.data 刚才我们打开这个控制台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title 有一个content 所以呢 我可以这么去写 result.title 做好result.content OK 可是现在 change detail的这个action creator 并不存在 所以在上面 我们要定义一个change detail 它呢 返回一个对象形式的action 它会接受两个参数 一个是title 一个是content 也就是你传递过来的这个内容 它有一个类型 类型呢 我们要写个长量 所以我们要在这儿 import 新as constants from 当前目录下的constants 然后我们打开constants 这个文件夹 文件啊 在里面 export const 叫change detail 等于detail下面的change detail OK 有了这个constants之后 我们在action creator里面 可以让它的类型 等于constants 后面点儿这个内容 然后呢 顺便把这个title传过去 再把content传过去 好 dispatch 就会把这个action 发出去 谁会接收到它呀 很显然 对应到所有的reducer 都能接收到 那当然 detail下面的这个小的reducer 也能接收到 所以呢 我到detail下面的reducer里面 进行代码的处理 我在这儿判断 case constants 复制啊 点儿 如果你要change detail 那我干什么呀 state.merge 别忘了return啊 加一个对象 title等于什么 action.rtitle content呢 对应的就是action.rcontent 保存 回到页面上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问题 它说什么呀 action creators找不到 我们这儿的action creators 引入的是正确的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它报的具体的错误在那 它说constants找不到 所以我们呢 打开action creators看一下 在这儿大家来看 你呢 这块实际上是少了一个s constants 保存 我们再过来看 没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看啊 我们打开xhr这块刷新 你通过network 请求了detail.json 然后把内容 显示在了页面之上 好 我们回到首页 再进详情页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详情页的内容 也是通过 阿贾克斯请求获取的 可是 我们不管 访问哪一条数据 它都请求一个接口 所以这个内容 肯定是一样的 但我们呢 实际上 在请求后端接口的时候 会给后端 不同的详情页的ID参数 后端根据这个ID参数 给我们返回不同的内容 那么也就是说 我这个详情页面得知道 它对应的 外部你点击的 这个详情的ID是多少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将给大家讲解 当你点击这个 列表项内容的时候 如何把这个列表项的ID 传给详情页面 详情页又如何来获取这个ID 大家加油